一笔财尽在运通 台股直播室成功每一次 非常感谢所有朋友 那么周一到周五 我们一起来关心台肺股市 接下来怎么去面对它 各式各样的涨涨跌跌的状况 面对台股 我一个看法 我也不是开玩笑 我觉得针对所有商品 第一个我们要去接受它 然后去听 听了之后 把它们通常当作是假的 什么叫假的 因为不重要 最主要就在于 你相信你自己的评价 当你看到所有商品 你要去站在买方或控方 那你要非常谨慎去比对 过去已经发生了案例 然后依照依照已经发生的数字 去做操作 那就够了 我举例台股现在报价 1万1506点 对不对 那你说该怎么办 我觉得要保守 你说要保守 那这里乐观肯定 准备大培 你又这样子涨了116点 我觉得我们先从美股好不好 美股昨天大涨 大涨4.53个百分点 道雄 那么来到27090点 该怎么做 就防疫期间安分守己 按部就班 做对的动作 好 我们回顾 我们回顾 来 各位请看 画面上你所看到的是过去5天 道雄工业指数 你现在在看它你会觉得很轻松啊 就跌啊 站在买方 然后就涨啊 那你再回顾过去这5天好了 动不动不就暴跌千点 对不对 狂涨785 第一个 波动幅度加大 然后我只讲一个 请问昨天涨1173点 涨幅高达4.53 你要问你自己为什么 为什么涨 因为拜登吗 真没了 这个你也可以拿来讲 跟金融市场吗 主要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第一个这里绝对 道雄要站在空方 你说我要买 那你就去买吧 我提出我所看到的数字 这里你不是昨天说要买进吗 对 举例 昨天是昨天 今天是今天 为什么往往 来 让我们看一下Telegram 所有Telegram的好友 来 我们拉近 这个 你就先从最底下 这个是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那你发这个给我看干什么 对不对 这叫PSY 对不对 这个PSY是 是昨天晚上 我个人在我们运通财经台晚上8点半到9点 不有个节目单元吗 8点半到9点 那在昨天 昨天 那就是这个圆圈 这个正午时发生在什么时候 发生在昨天的8点45分 这地方 那请问8点45到8点50 当PSY拉到正午时 当PSY拉到正午时 你是我Telegram的好友 我有发给你看吗 有吗 我在第一时间 我赶快截图 制图传给你 你在对比 包括所有 你有申办电脑版的好朋友 昨天晚上 刚好是我个人的节目时段 在8点半到9点 我传给你的时间 大约是在晚上台湾时间的8点50分 那是不是来到正午时 我又怕你说你又睡着了 又没看到 我赶快传给你 我利用Telegram 因为公司晚上了嘛 那我传给你 你应该都有看到 那正午时呢 哪有什么为什么 它就一定会跌啊 还有什么为什么 难道会涨吗 在这里去买会赢吗 你不能说我这里买它大跌 我很痛苦 那你就赢它就好了 你就每一笔都赢啊 好来看美股 美股要回到25个钟头以前 好来这里 不好意思 昨天早上8点 我是不是有发一个简讯告诉你 因为美股暴跌嘛 就是前天 那我就跟你讲 道琼一定会涨的啦 可是呢 因为昨天一次把该涨的全部都涨完了 它都涨完了 你一定听不下去 我没办法 来看着它 各位请你对照每一天的Telegram 不管是早上 或我们每天的一个盘中时间 甚至于每个晚上 那我都有把最新的一些资讯 跟你做分享 昨天收在两万七千零九十点 那我的看法呢 你就给它办康 知道吗 你给我给它办康 你做多你怎么费啊 你说小雯你欲白说 你才欲白说 来 昨天收在27090 所以道琼呢 来到这里绝对是空 没有人在这里做多的 哪有人弄到在这些所才做多 为什么 你为什么不在这里空 你为什么不在27084以下空 然后25882做多 你说哪有可能 我才是已经不知道 怎么跟你说下去了 来 这不是昨天吗 昨天早上 我们不告诉你 因为这个点 这个叫27084 只叫量价 所以这个点是怎么样 绝对是空 然后它是不是暴跌785 暴跌785 我们是不是讲到 这里一定空单要回补 你要做多 因为道琼会涨 我在Telegram也跟你说说明了 它会涨到哪里 会涨到27124就会跌 这里下来138点 这里起来138点 两天268点 这里还准备再报营 最少都500 你说真的吗 真的啊 做笔记啊 你用哪有可能 做笔记啊 那台股呢 你就看11451啊 那么现在11495 随便你做笔记 那奇怪 我认为 所谓的东西都是假的 只有一个东西 就是你所看到的数字 数字 你经由真实的数字 你要自己做评价 好 请问 为什么昨天的美股 涨4.5个百分点 这个比较重要啦 出的不重要 你知道吗 你说什么 出的不重要 看这里 Telegram的好友 包括所有的会员 来 你把你的研究报告 喊我传给你的图表 来 各位请看 这是到昨天 因为现在才刚开盘 我没有办法把现在的数字 补上去 对不对 这到昨天 昨天台北股市收 一万一千一百三十三百九十二点 黑色的是加权指数 红色的是上证指数 绿色的是日金指数 蓝色的叫道琼指数 不管是上证 日金 德国股市等等 那些都叫赔榜 那都不重要 那是不是最重要的 你最重要 先把最主要的抓出来 它标的 全球所有金融商品 你去长期观察它 不管是一个月 三个月 一年 两年 三年 五年 十年 一定是以道琼当作轴心 那所有商品价格 以道琼为轴心 上下来回做波动 所以你在观察 大家跟道琼之间的 乖离状况 它的乖离波动幅度 所以不管遇到 任何的利多利空 你就可以观察出 如何在最高点 站在卖方 最低点站在卖方 接下来要每一笔都要赢 好 所以请你回答 我看着这张图 为什么你静静地看 看完还做不赢 我就没办法了 为什么回答自己 昨晚美股会涨4.5个百分点 蓝色的是道琼 那台北股市呢 台北股市你就不要冲动 过来说一次 不是我说这里不好 或我看空等等等 而是你要接受现况 事实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 你静静地看 黑色的叫加权指数 蓝色的叫道琼工业指数 道琼昨天一天 上涨4.5个百分点 4.8 4.5 请问你 道琼从去年的9月26到现在 是下跌还是上涨 你说这张图是下跌 你再把金昨天晚上补上去 它不是已经拉回了 就拉回了 他去4.5% 再涨昨天不算 跌了4个百分点 昨天一天暴涨4.5个百分点 那请问你 它不就涨0.5个百分点吗 那你有没有看到 当台股跟道琼的乖比拉到几个百分点 8个百分点 它会持续扩大的几率大 还是会收拢 还是会收拢 一定收拢啦 你就长期观察 背趴那已经到极致了 背趴就两个插幅 或者是台股落后到穷 8个百分点 那就是极致了 所以你是 你眼睛看到任何商品的报价 那是你自己就看得好 知道就好 可是你要做出正确的判断 那判断没比 所以整体上你去观察 第一个它一定会收拢 这个收拢的过程 只有一种 一种就是美股往上涨 或者是台股向下修正 让两者它才会并在一起 如果起涨起跌同等幅度 它两个怎么会在一起 所以一定要不就台股往下 美股向上 这是最快的收敛方式 所以你就看到 昨天一天美国高期暴涨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美股 来 这是道琼对不对 你不要看这种没营养 我还在这边看 好 来 请你告诉我怎么看 那这一大堆那些统统不用看 那些浪费时间 你有看出一朵花来吗 你就这样子看不就好了 相信你自己其他都是假的 OK 好 你看着这张图 我连这个拿掉 你说接下来怎么看 还不简单 美股从哪里开始跌的 是从这里 跌到哪里 跌到最低点到24681啊 从29568跌到24681 这40嘛 也就是说这个过程 代表每天都有人卖 相对的每天也有人买 每一天 那买跟卖的力量是平行的 是等 是同样的 是相等的 同样的 相等的 那上涨了四天 然后这里从这里跌下来 这里涨上来 对不对 好 那请问 你现在要做的工作是什么 那在这里半康啊 你在这里空当然不对啊 这里也不对啊 这里就有点谱啦 这个这个这个点 这里呢差不多 就这里 加爱半康 有什么加爱半康 你就往前看 最高点在哪里 最高点在这里啊 最低点在这里啊 所以它最主要 它的压力测试点呢 绝对在这里 一定在这里 你把这个点 加上这个点 好来 不用拆啊 你为什么要拆呢 这一波 从29568点起跌 跌到最低点 叫24681点 好 你把最高点 已发生的最高点 加上你现在最接近的最低点 叫29568 加上最低的24681 那么你会得出 整个结构的平均交易价 一定是发生在 27170 124点 因为道琼工业指数 昨天呢 快速上涨 并且来到了27090 知道没有 所以是不是已经 越来越接近 这个27124了 对 来到这个最主要 不是说它未来一定会 站不上 或肯定会攻克 那个不重要 那不重要 而是在于 因为这是最主要的阻绝点 所以来到这个点 它一定会大震荡 那你在寻求什么 你要做赢 你在对 那怎么做 两分钟后向您做简报 现在就加入固德同步 让您赢在股市第一场 立即拨打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财专家 固德投顾 我们拥有一流证券 期货 分析师阵容 多空双响操作 为您累积财富 兼容市场 汇居多变 您需要更全瞻 更专业的团队 带领您避开风险 再创财富巅峰 固德投顾 洽询电话 0800-555-808 0800-555-808 这样就好了 对啊 都给你帅就好了 其实啊 现在生活里 越来越多 使用行动支付平台 那会不会 以后我们出门 就不用带钱包了 当然啊 现在电子金融及 行动支付虽然方便 但还是有它的风险存在了 是哦 像是造假的网址及APP 还有网路病毒啊 密码外泄啊 这些啊 都有可能造成安全上的疑虑 所以使用行动支付 就像交朋友一样 要交心不能只看表面 各位 刚才就30秒钟前 我们的PSY对不对 我截图传给你的 然后呢 我有发一通文字简讯 所有的会员你也已经收到了 叫看到郑武时 你看着我你录影存证 我小有名 空丹进场 我告诉你一次 你会暴影 但是讲一般讲 Telegram的好友 因为你是不确定 你不是会员好不好 我不是要招揽业务 你不要五回 我是让你看 看什么 过去这三个礼拜 今天几号 这三个礼拜 我告诉你全胜没一笔 没有输到任何一笔 不可能会输 有哪有可能 你收笔器嘛 你就做 你不但会赢你会暴影 这其实是 防疫期间 我没跟你说什么旗子 我是跟你讲加权指数 最佳策略就是 是安分守己 按部就班 到公共场所搭捷运 搭公车 就是要戴口罩 就这么简单 就不用讲了 这种事还要人家讲嘛 那你一个人在空旷的户外 当然就不需要啊 就是这样 没事不要出门 所以各位你看到为什么 早上 中午 晚上 我还在发Telegram 我就自己居家隔离 就这么简单啊 因为没事我就不出门啊 那我不出门我就 我会很 我就跟你做简报啊 那因为我们的电脑版的好朋友一样 你就照着做 手机版本的也一样 好 再讲Telegram的好友 会员依照PSY操作 就是他看到正50 他就毫无悬念就给他办康 相对的如果是-50 他就做多 为什么没有为什么 因为这三个礼拜以来 他只要有出手操作任何一笔交易 每一笔都赢 三个礼拜最少一笔交易2000点 各位亲爱的会员 你没有办法输任何一笔 你就照着做 为什么 因为没有为什么 因为PSY本身叫波动 叫波动 波动的过程在于 你使用PSY在于 让你可以正常化 不要受了环境的影响 干扰商品价格 它一定是波动的 纵使要大涨要暴跌 它不可能这样永远直线上涨 够可能 我举例啦 各位亲爱的会员 包括Telegram的好友 你是证人喔 你是证人喔 我是跟你分享让你看 你当证人 因为大家说哪有那个权胜 我就每一笔发给你看 我在第一时间发给你看喔 那你就当证人 任何人你觉得说 乡耀明 那我全剩每一笔的 那你来 那你来啊 你来 不是 你要有证据 我只讲有利的 错的我不讲 那我就是虚伪造假 夸大不识 你金融市场不就如此嘛 你就照着做 台北股市也好 国际股市也罢 你照着你该做的动作去做 会赢就赢 会输就输 然后我们最后来检验 就是说我照着这个模型来 那这个模型长期下来 长期下来 我的获利率高不高 我的成功率强不强 那么我的操作绩效到底如何 你自己清楚 那我的工作就在于 我每一笔都揭露 那你可以去对照 验证每一笔 我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听到 我们从业人员之间 有人公布每一笔的 到目前我发现 这25年来就有一个 每一笔 从2018年的1月到现在 已经超过两年了 那你为什么不2017年 2017年没有PSY 2017年叫极端指标 不一样 你就照着做 你看到正五十 你就做你自己该做的动作 就这么样子 你不用理会它 正五十你绝对要保守 你不空我都OK 但是你不能做多 相对的商品价格跌落到负十 你不想做多 你也不能在那里追空 那叫做不当 不当操作 很多朋友 你在使用非常多的 技术分析工具 我的看法 每一种工具都不错 但是呢 我举例啊 我举两个 那你要用哪一个 我都没有意见啊 不是这个 对不起按错了 好来 一个叫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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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什么 破断平均 所谓的破断平均就是我去算 它真实的交易价格 所谓的真实的交易价格就是我不猜 我绝对不猜 因为我也猜不到 我也猜不准猜不中 所以呢 我就只算真实的市场 每个破断以来 它的平均交易价 所以你会得出你往前看 往前看低点以来是三天 往前看次高点以来是九天 往前看高点以来是十三天 所以你会 你应该要给它三九跟十三 然后呢 三天呢 因为商品价格三天是不是在下缘 所以这个三天呢 肯定是个多方 代表这三天以来是多方胜的 相对的 针对未来呢 你当然是看这个数字啊 这是一种方式 或者是我偏好 我个人的偏好 就是我也不看平均线了 我也不算破断了 我直接去把已发生的最高最低 每一个框架抓出来 那你就知道台股本周 这个在上个礼拜 我就 礼拜一我就跟你做简报了 我说这个礼拜关键压力测试点 一定是11451 我现在跟你说你听不下去了 反正你一定要到下个礼拜事后来看 对 你说的都对 那我能怎么讲 就是如此 不是496是451 你说现在481呢随便你 我只跟你讲真实的数字 你要自己做评价 对不对 你要自己做评价 要自己去承担 你不承担谁帮你承担 哪个分析师帮你承担 哪家财经媒体帮你承担 你要自己啊 每一位从业人员 把他的看法向你做简报 对不对 那一般就是自己做这个工作 要避免不要只讲对自己有利的 包括自己犯的错 要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那我们在未来这个错就可以避开 应该是这样 反正我不对 不对 这个不对的时候 我们要去了解 我们当初有什么不对 那同样的错以后就可以减少 甚至于去避免它 应该是这么做 所以整理上我的看法 第一个你往前看 这一波是从11854点 那做一个修正 修正下来最低点在11049 所以你去观察 连结1185是到现在 市场的平均交易价格 这是很主要的价格 这个价格在451 你说我现在去看12197 那个太远了啦 不需要 那你不是说上下500点来回震荡吗 那个讲法谁要听啊 所以你是先说要近期的 近期它是告诉你 主要观察点叫11451 那所有的会员照着做 第一个你因为你知道 我消耳民每一笔都会跟你公告 不管对跟错 书跟云 所以你就照着做 那所有Telegram的好友 你们都是证人 我所发给你的简讯以及图表 我截图及时告诉你的 是让你观察 我们的客人是怎么在做 面对金融市场做交易买卖的 你是证人啊 我有一些证人啊 不然我每天说全胜你听了也烦 所以呢我也知道啊 这哪有可能的事情啊 可是它是事实啊 昨天3月4号啊 我们不提到吗 这叫瞠目结舌匪夷所事啊 哪有那个全部都赢的 10分赢 5分赢 8分赢 15分赢 PSY 你说那这种是发现什么事情 没有什么事情 这叫波动 因为商品价格本身就是波动的 那么呢 跟所有的会员做个报告 各位亲爱的会员 第一个 PSY是你最强的靠山 那么照着PSY做 记住正五十要站在空方 负五十站在买方临走 那你就可以出厂了 好不好 新会员 你只要赢超过四十点 你也可以提前出厂 是OK的 新会员 资政会员就照临走出厂 感谢大家的收看 会员给我说一次 你这座你的大银 你不是小银 你会大银 谢谢你 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杀YouTube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一击在手 走到哪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分析师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现在就加入固德投资 让您赢在股市第一场 立即拨打0800 555 808 0800 555 808 您的理财专家固德投资 我们拥有一流证券 期货分析师阵容 多空双享操作 为您累积财富 金融市场位居多变 您需要更全瞻更专业的团队 带您避开风险 再创财富巅峰 不得投顾 洽询电话 0800